《对话》这本书通过一个问答形式 代表了自己的一个变动 鲁伯借着他认识 却面对了许多不同的信念 每个读者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把个人信念客观化成对话的形式 不论有没有涉及艺术性的成就 当你给自己自然的创造性很多的自由 这在梦境也经常发生 常常有一种梦 你在其中是两个分开的人 彼此或是陌生或是熟悉 一个问另一个问题 在以上的摘录里 塞斯所提到的书是 《灵魂和必朽的自己在时间中的对话》 有一卷诗正在其中描写心和身 他自己的仿佛相反的两方 之间的一个对话 在其序言里 他说出他如何开始写那本书 对话几乎是滑稽的 由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事件所触发 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在一本全国性杂志里说到 我是中年人 他的文章提及我的书及想法 在其中所有的时间被视为同时的 并且他也相当公平地对待我的书 但我感到受辱而大发雷霆 而且不管在理性上我告诉自己什么 都无法甩掉我情绪化的愤慨 我发现自己泪汪汪的 拼命吼叫 咒骂 在同时我也看出了这情况的好笑 但这只令我更加气愤 我拒绝否认我情绪的合理性 因此我随他去 但我却被我对时间的理智观念 和我对他的情绪反应之间的不同 至少在此例中吓了一跳 心智傲慢的我行我素 同时身体却面对着他与时间及季节的每日接触 而我在这里 架在这了解的鸿沟里 悬在心与身对实相的体验之间 但我很火很气 替泪交流 因此至少在那儿 情绪和身体的感受在主控着 而你又如何能使这两者和解 我站在那儿 醒着鼻涕 对三个分开的知觉方向都十分觉察 伤心与愤怒情绪的上冲 一个对这情况多少有点超然的 被逗乐的理智上的分析 以及第三个集中注意力的方向 在其中 我由另一个着眼点带着一些同情 回向看一个生物 其经验包含了那种男爵 最后这个层面 既不感受那情绪 也不感受那理智的问题 却是对两者皆觉察 而又置身事外的 就在紧接着的下一秒 对话的第一句 就完整地跃入我的脑海里 他接下去 在一个半小时里 写了四首诗 然后停下来 以为他已写完了 但当日子过去 整首整首的诗跃入脑海 而他在他描写为 一个加速了的意识状态里 把他们写了下来 他直接体验到他的情感 就好像对话是件真实生活中的事 而通过这个 他感受到一种进化作用 一种解答 这过程长达三个月 直到他知道那对话已完 他回顾这本书的写作 当他是一种巅峰经验 此地是他写的诗中间的一首 对话二 松鼠 啊 爱 这必亡的自己 他倾听并说道 亲爱的灵魂 你的大理石字眼 连滚过我的骨头 从我思想的高山 直到我的祖址边 你的话冷酷无情 有种我与鸟兽分享的肉体语言 生物与生俱有之 肉体焦虑 不为你所知 虽说如此 刚才我看着一只松鼠 它气在东风中 猛烈动荡的细枝上 吃了些种子 你不见它害怕坠落下来 或向它的灵魂祈求抓得稳些 高气于它自己的必亡性之上 它了解 像个小小毛茸茸的神奇 安住在我已失去的 一个生物界的秘密天堂里 在它自己的过程里 有如全能上帝 我为什么要嫉妒它 松鼠不会写诗 它甚至不知现在是三点 就它所能追忆的而言 昨天就等于没有一样 然而它看来刚毛树立 带着我欠缺的一种神圣性 同时既永恒又活泼 对它自己的必亡性如此无知 它会永远活下去 至少直到它的死亡 那不会侵犯它分毫 因而不具真实性 它怎能这么笨 却活得如此之好 灵魂说 天啊 我没想到你处于如此糟的心境 你为何没说 你是宇宙中最低等的生物 就认命算了 问题在你见而未逝 至于那松鼠 它不知时间之短长 即使它活了一千年 它的分秒消失 好像从未存在过似的 它的动物性明晰 被赐以对过去的即刻取消 而它在何处 即是永远 还有 松鼠之无知 就以那容许你说出 你名字的无知一样 虽则你唇内的细胞 对你在学校学到的字母 一无所知 就无知而言 你甚至不知你的身体 如何把它那坚实的身子 由一个房间 移到另一个房间 有有甚者 你越过月宇宙的枝干 不曾失足 醒或眠 当你高高荡过 你吱吱喳喳的 记忆丛林之树梢 但在你对松鼠之盲目嫉妒中 你忽略了所有这些 它有它的世界 而你有你的 你的思想 与你心的风景融合 就像树在外面 长出来那么容易 你的理智高张 如在那内在天空移动之月 照亮了眼眸之无知智慧 它看见 却不明何以得见 也不问何故 在这练习里 你要写下 你自己仿佛对立部分之间的对话 看看你是否能解决其分歧差异 这也许是自我与内我 母亲与孩子 心与身 理智的自己与直觉的自己 男性化的那面和女性化的那面 或也许是你在梦里所碰到的两个自己 如我们所见 真是经由它在其中体验到强烈情感 并且感受到 作为一个对多愁善感的人的 超然旁观者的滋味的一件事 而得到开始写对话的灵感 如果你想起在你自己生命中 你体验到强烈情感的一件事 不论你有没有也觉察到一个超然的旁观者 这也许是写你的对话的一个其实点 在你的日志里把它写下来 并且试着让你自己在写时体验到你的感受 好像被描写的情形实际上发生了一样 别试图去逼出对话来 倾听来到你脑海中的话 把它写下来 在你写完之后 如果你不觉得 只有写着对话的经验本身 你就有一种解答之感的话 就把两方所表达的信念列下来 看看你能否在他们之间找到关联 就像你在上一个谈对立的练习里所做的一样 感谢观看